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把每个区间按照它的starting point 进行排序 可以解决一系列的问题 那么今天开始我们会做一系列题目 我们会发现这些题目的区间 我们是会按照它的ending point 来进行排序 所以说这是一道435 这是一道非常古老的绿的壳头题了 也非常经典 我们看一下它说什么 它说的是给你一系列区间 它让你找到最小的数目的区间 也就是说你要删掉一些区间 使得剩下区间都是non-overlapping的 对 你就是说 你要尽量少删区间 是吧 因为它原来区间可能有一些overlapping的 你尽量少删区间 使得剩下来变成non-overlapping 那么做这个正式写这道题之前 我大概再跟大家回顾一下 就是说关于区间类的题目 基本上是我觉得 基本上就是两大种方法 如果是用胎心法的话 两大种方法 一种就是扫描线 因为有人说叫sweeping line 或是它本身其实就是一个插分 插分数组 那么关于扫描线题目 我的Github上也总结了很多 那么它主要能解决哪些区间问题呢 它大概意思是可以是这样的 就是说它比较擅长解决的 就是说对于多个区间 多个区间互相overlap 比如说这种overlap 比较复杂的情况 那这种情况下 而且你不需要 pick 不需要从中选取一些区间 这些题目 你只是考察说有 只是考察它的overlap的情况 而不是说让你从中选取一些 如果是这种题目的话 那么扫描线是比较合适的 我具体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 扫描线大概也都知道 就是说你可以想象 它其实本质是个插分数组 但是它为什么叫它扫描线呢 就是说你可以大概 它插分数组最后的结果呢 你可以相当于 它相当于每一个时刻呢 你都会数出在这个时刻上 应该是 这有很多时刻是吧 从上往下 你想想贯穿一个竖线 那么你用扫描线之后 你会发现 在这个时刻 举个例子 你穿过了一个两个 穿过两个位置 那说明在这个时刻呢 你有两个正在 你可以认为什么 两个ongoing的event 是吧 有两个正在进行的event 或者你穿过两个区间 比如说你在这里 在这里这样的话 你就说明 你在这个时刻呢 有四个啊 同时在进行的一个事件 在这里呢 同时三个啊 对 像比如说 在这场点的话 这里只有一个啊 然后过着这点呢 就是零 是吧 对 那么 扫描线呢 其实啊 就是说 它利用差分数字性质 可以很方便求得 在每一个点上啊 每一个点上 此时呢 有多少个overlap的区间 或者说有多少个 同时进行的事件 那么这样的话 这些信息呢 可能能帮你解写题啊 比如说我就想问 什么时候啊 同时有四个 四个event 在同时在进行 这时候你通过扫描线 看就是说 是吧 在从 比如说这是四 这个时候是啊 这个时候是三了 是吧 这个点之后就是三了 所以说这段区间啊 这段时刻呢 是同时有四个事件 在进行的啊 大概就这个意思啊 大概这个意思 那么它就比较适合 能够方便找出 就是说我需要 知道哪个时刻 有多少个事件 同时进行 这是比较方便的啊 那么但是呢 如果遇到另外一大类屏幕啊 就比如说像让你说 在这些区间里边 你要选一些区间 来 来保留某些性质啊 那这样子的话啊 扫描线呢 其实并没有太大帮助啊 扫描线你没 因为它扫描线都是 你把每个区间都离散成 每个点 离散成两个点 是吧 在你的眼中 已经没有区间了啊 没有区间 你的眼 你的眼中就是一个个的 starting point和一个个ending point 是吧 starting point 你就加一end point减一 就像插分 插分数组一样啊 因为这个插分出来是相当于 piecewise constant的 就是很多分段 水平的直线啊 所以说你在你眼中 其实 这些分段水平实现 就是靠这些 插分点啊 插分点来实现 那总的来说就是说 你几乎啊 你用这个扫描线 这个方法呢 几乎没有办法 在把原来的这个 区间的信息啊 给再还原了啊 因为你已经把它打散了 是吧 你眼中就是一系列的starting point 和一系列ending point 你并不知道 这个starting point 对应的是哪个ending point 其实你已经不知道了啊 所以说 很多时候啊 很多时候这个扫描线方法呢 就无能为力了啊 所以说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我们想说的啊 就是排序 我们说是贪心法的 两大类啊 另外跟贪心法 并行的有一类 就是动态规划啊 这东西呢 大家可以看我的总结啊 这个动态规划套路里边 有专门有一类 区间形的DP 是吧 好像有第一类区间形 第二类区间形啊 很多时候呢 区间形也可以用DP来做啊 但是相对来说呢 如果有贪心的算法 那它效率肯定是会比DP高的啊 所谓贪心算法就是说 你能够手工设计出一个最佳策略 那么这个比这个DP呢 就是肯定要高明很多啊 好 我们今天就专门只讲这个贪心法啊 贪心法呢 我们今天重点是讲这个sort 刚才讲过 那个什么时候 你倾向于用扫描线啊 就是说 就是说你不需要 从一堆区间里选择一些区间的话 你就可以用扫描线啊 因为你用这个方法的时候呢 你眼睛已经没有区间了啊 你眼里全都是点 好 那么另外一大点就是排序啊 大家已经也做过很多的题目啊 关于啊 将这些区间呢 通过一些排序 能够得到一些很巧妙的性质 我这BeatHub呢 也整理一下这些题目啊 对这些题目呢 都是说你可以通过一些啊 对于区间的排序能够啊 有一些比较巧妙的解法啊 这些题目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大家也知道啊 关于区间排序呢 其实也有两大类啊 一类就是 sort by starting point 是吧 那么这个题目呢 我们在这个圣诞节前的一系列的题目当中呢 已经做了很多啊 那么第二类呢 就是sort by ending point 那么我看到很多同学呢 以前跟我留言啊 说不知道什么时候去sort by starting point 什么时候sort by ending point 那么其实呢 这两种方法啊 他们所能解的这个问题呢 其实也就非常典型啊 非常典型 就那么一种啊 基本上就那么一种啊 当然也不排除一些特殊情况啊 就之前我说过了啊 sort by starting point 它能解决什么东西呢 它解决是 应该是 the minimum number of intervals to cover the whole range 说白了啊 说白了 就是说如果你把所有的区间 按照 starting point 来排序后 它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 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你有很多很多区间 你最后呢 要想用尽量少的区间 尽量少区间 把整个range呢 给cover掉 是吧 就是没有断 间断的把这个range 都cover掉 这时候呢 你就用sort by starting point 那么对于sort by ending point 它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 那它几乎是一个对偶的问题 它求的是什么呢 the maximum number of intervals that are non-overlap 就是 overlapping吧 好像是 你看就是这个题的标题 就这个题的标题 你可以想象很多区间 它可能有互相交叠的 是吧 那么 你为了使它变得不互相交叠 你必须要 砍掉一些 但是呢 你希望你砍的数目越少越好 就是说剩下的区间呢 能够越多越好 但同时呢 不要太多 太多的话就可能会有交叠了 所以说 你必须要多到刚刚好 多到刚刚好 是他们 non-overlapping 所以说呢 这个方法 sort by ending point 就是专门为 这个问题 就是为这个问题来解决的 所以说 如果你能把一套题 抽象出来 觉得知道 它求的本质 就是这个东西的话 那么就可以用 sort by ending point 如果你能抽象出 某个问题 它其实解决的是 这样一个目标的话 那么就sort by starting point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套题 这套435 就是刚才说的 刚才说过 就是sort by ending point 为什么我们会 这么排序 为什么会这么排序 我们随便画一画 我们就按照 ending point排序 大概就这样 你可以发现 它是 尽管它的stunning point 参差不起 但是它们ending point 都是有序的 好 它这个能带来什么好处 我们先看 第一个区间 第一个区间 就是第一个区间 你会发现 我为了 我希望我选择的区间 能够是互相交叠的 是吧 所以说如果你看 这个 你看这个点 这个时刻的话 你会发现 前三个区间 它们是overlapping的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我们前三个区间 只能挑一个 是吧 只能挑一个 因为它们 它们肯定是 量量overlap的 因为你看 在这个点上的时候 这个点上的时候 它们几个都在 这几个区间 都包括这个点 所以说它们肯定是 量量overlap 你只能保留一个 那么这时候 就有一个探险角色出来了 你保留哪一个 你保留哪一个 那答案是什么呢 保留这个 也就是 如果你按照这个 ending point排序的时候 你永远保留第一个 永远保留第一个 或者说你 你先保留第一个 然后看 第一个的ending point 然后把这些呢 所有跟它overlap的 这个区间都找出来 让这些东西呢 你都pass掉 pass掉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ending point 最靠前 那么如果你选择 这个区间以后 它对后面 这些区间的干扰 它对后面 这些区间的干扰 就会越小 它就会越小 是吧 如果你选择这个区间 你会发现 你可能会跟这些overlap 是吧 你肯定会跟这些overlap 所以说 这个东西呢 你就肯定不合算 是吧 肯定不合算 你索性这个 你这个躲得越早越好 你这结束越早越好 那后面就留了 更多的空间 我可以在后面 选取更多的这个区间 基本就这个思想 那么所以说 你在前三个里面 选了它 那么这几个pass掉 接下来呢就选 就说就轮到它了 这时候呢 你还是默认先选它 然后呢 以它为这个端点 以它为这个端点 然后看 这些如果都接触了 你看 这些这些这些 如果跟它都接触的话 说明这些都是overlap的 所以说这些东西呢 你都可以pass掉 是吧 都可以pass掉 然后这时候 如果再来一个这个 OK 你就会选它了 是吧 就会选它了 是吧 这样的话就保证了 你所选的这几个区间 这个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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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发现 它们都不是overlap 它的核心呢 就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一个 很简单的技巧 就是说越早结束区间 对后面的影响越小 就越不容易造成overlap 就是我就永远取 这个ending point 比较靠前的 所有跟这个ending point 比较靠前这个区间 overlap的这些其他区间 我们都pass掉 因为它会对后面大家干扰 至于有没有产生干扰 产生多少干扰 其实我们都不在乎 它只要相对于它而言 有更大的risk 去产生干扰 产生overlap的话 我们就不会选它 我们就不会选它 那么基本就是这个想法 如果你理解这个想法之后 那其实代码 其实非常好写 所以说以后大家 如果还看到区间 类型题目的话 你就尽量想一下 你看它到底是 归结成这个问题 还是归结成这个问题 这两个呢 其实是个队友的问题 是吧 大家看一下 最少区间 去cover整个range 或者说最多区间 使它能够不互相overlap 这正好是完全对称的 所以说它们的 那个贪心的方法呢 正好也是相反的 一个是sortify starting 又sortify ending 那么这道题的话 我们就可以做了 顺便我再说一下 就是说你看这个题 为什么我们不适合用 不能用sortify pin 扫描线来做 因为我们是在这里边选 选区间 我们要从里边 删掉一些区间 或选择一些区间 那么这时候呢 我必须保证区间是完整的 所以说我们必须画出这个图呢 就区间头和尾呢 我们都必须要有关联 而用扫描线法呢 刚才我说过 倒是都是已经把starting point 这个ending point都已经打散了 你再也没办法还原了 所以这东西呢 你就没法用在这个区间选择上面 而这个sort呢 你就可以用在区间选择上面 好 那么这个我们就开始写一下了 这代码呢 应该非常的简单 那么基本思想就是排序 把所有interview排序 然后呢 因为它是按照ending point排序 所以说你可能需要 自定一个比较函数 我们直接return ending point 越早的话 我们就越往前排 是吧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就从第一个区间开始选起 是吧 第一个区间选起 然后剩下看这些剩下区间 只要有overlap 我们都把它pass掉 都pass掉 直到找到下一个 跟这个第一区间没有overlap的 我们就以它为开始重新来 重新来 是吧 一个轮回 一个轮回 所以说我们一开始 我们先选一个i等于0 是吧 这个区间我们是要选的 然后呢 我们while 好 我们选中了i之后呢 我们干什么呢 我们要找出那些与i i区间 overlap的区间 那些区间呢 我们都要pass掉 从i加1开始 while j没有越界 并且呢 j与i如果是相交的 那我们就把它pass掉 相交应该是interpose j的 staring point 小语 小语还是等于 小语等于 小语 小语是相交 是吧 小语好像对 小语是相交 interpose i 如果这样的话 说明是相交的 那么 我们就把它略过 略过 是吧 好 等它 这个跳出来的时候呢 跳出来的时候呢 说明就已经不相交了 是吧 对 不相交了 这时候呢 我们就 就OK了啊 我们下回分的i就等于j 是吧 这时候我们跳出来的时候 j呢 就是已经是这个 这个区间了 这个区间 好 答案是什么 答案是要 minimum number of need to remove 问你最少要 remove多少 那么这里 每一回合呢 我们其实算的是一个保留 是吧 每一回合 我们保留了一个区间 OK 我们就先统计保留多少区间吧 每一个回合 我们保留了一个区间 那最后return的是什么呢 return的就是intervals.size 减去保留区间 就说明 我们 删掉区间 是吧 对 删掉区间 好 就这么简单 好 这就过了 那么这条题就是这个样子 这条题是非常经典的一道模板题吧 或者说 看心法里面比较经典一个例子 把区间按照ending points去排序 它的几乎它的作用 它几乎作用就是为了它服务的 几乎可以90%题目都是 90%这种做法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说呢关键就是你要把你的题目抽象出这个目标来 好 我们这个lead code上可能还会有一些题目啊 就是说 sort by ending point来解的 那么到时候我会把它找出来 给大家一起来做一下 好 那么感谢大家观看 今天就说了这 各位拜拜 谢谢大家观看